女人正开了害死前妻女儿时的事故现场录像 没想到一转头看到前妻就在旁边 吓得女人赶紧把手机藏在身后 听前妻质问的是大车司机的口供问题 女人庆幸前妻没有看到自己手机内容 立马气势起来 前妻知道申希是财阀女人的养女 她扬言要把申希从财阀女人心里的位置上拉下来 申希刚要回队 忽然想起手机里的录像 只要秀妍没看到就行了 她联系发录像过来的铁锤 想给他一笔巨款彻底了断 可铁锤要细水长流 只想在有需要的时候拿申希当提款机 申希很被动 一转头看到父亲 父亲在得知宰萱父子跟申希曾经的关系后 让申希晚上回家吃饭 特意叮嘱不能带到薰 申希不知道父亲葫芦里卖什么药 晚上就看到宰萱带着儿子过来 自己多俩人还来不及 怎么父亲还把人弄家里来 申希当即跟父亲挤眼 父亲都怀疑这么笨的女儿到底是不是自己亲生的 申希是他们公司上杆子要求合作的成功企业家 父亲的意思是不让申希把时间浪费在道勋那种人身上 父亲让申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把宰萱弄回到手里 申希感觉父亲疯了 宰萱身边还有个秀妍 两人很早之前就看对眼了 申希父亲不信邪故意跟宰萱提起孩子妈妈和再婚的问题 说是对孩子而言妈妈是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没想到宰萱没有抵触这些话 说庆幸孩子有个好老师 让孩子感觉不到孩子妈妈的空缺 这意思是在夸秀妍 申希听不下去就要离开 申希父亲则故意套近乎 指着孩子说向小时候的自己 本来因为宰萱的话就窝火 回家正好看到秀妍也在 申希当即毛了不让秀妍离开 道勋母亲为了不起争端 拉着秀妍就要把人带走 申希对秀妍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让她拿好主意 要么道勋要么宰萱 道勋对秀妍可没意思 她给人拉走甩进屋感觉申希很反常 申希忍不住把宰萱夸秀妍 是孩子好妈妈的话告诉道勋 俩人夜晚背对背都想着 宰萱夸秀妍的话睡不着 正想着院子里传来呼唤申希的声音 申希莫名其妙出来查看 道勋妹妹跟秀妍朋友喝得六二迷糊 正好俩人都看不惯申希 趁着酒精薅了申希一顿 隔天道勋就把气发在秀妍身上 让秀妍不要再刺激申希 如果她因为没钱住在宰萱家里 道勋愿意出钱让秀妍搬走 俩人正争吵接到申希父亲电话 让他们去一趟办公室 正好俩人一起出来被申希撞见 申希言语酸不溜秋地说他们 秀妍道勋都不想搭理她没事找事 没想到俩人刚走 宰萱也过来了 申希忍不住问她秀妍真的就那么好吗 宰萱告诉她道勋也问过这个问题 申希不问还好 得到的答案比宰萱夸秀妍还生气 而申希父亲叫道勋跟秀妍同时过来 是想让俩人做同一个项目 有意撮合他们在一起 秀妍一听就不对劲 当即反对了 道勋没什么意见 申希父亲让她先出去 宰萱后脚也被申希父亲叫过来 她竟当着秀妍的面说为宰萱介绍对象 秀妍准备离开回避 宰萱让秀妍就待着就好 随后告诉申希父亲自己有爱的人 就是秀妍 直接断了申希父亲念想 申希看到道勋回来就质问 她是不是还留恋秀妍 道勋都要烦死了 她满脑子都是工作 申希满脑子都是乱七八糟 在得知父亲要撮合道勋和秀妍 申希疯了一样找父亲算账 父亲拿孩子会变成秀妍孩子的事情说是 可申希却说 她从来没有拿多多当成自己的儿子 总而言之申希不会往外推道勋 所以她决定利用自己儿子赶走宰萱和秀妍 正打算上学的多多接到申希电话 申希假惺惺的跟多多道歉 还约她见面出去玩 很快秀妍就接到孩子不见的消息 三个人找遍了附近都没有找到 都准备去警局的时候 孩子突然跑回来 秀妍一扭头看到车里的申希 申希也不怕几人还下车挑衅 气得宰萱滴溜着申希依领要揍她 多多太渴望有妈妈 才跟申希出去一次就被申希哄骗 她不允许爸爸欺负申希 除了多多看不出来 其他人都知道申希在利用多多 要不是秀妍拦着宰萱 找俩大耳爸子呼过去了 哪知申希继续激怒宰萱 从今以后她想见儿子就见 想打电话就打 就凭自己是她的妈妈 要想不让自己见孩子 除非宰萱带秀妍离开公司 去过恩爱日子 那样她就一次也不会来找多多 听了申希亲口利用孩子 威胁俩人的话 换成秀妍要揍她了 但被宰萱拉住 申不是人的女人没什么好浪费时间的 她让秀妍跟自己回屋 而几人的对话都被一路跟着秀妍的道勋听到 她没想到申希不仅生过孩子 爸爸还是宰萱 她脑子此刻成了一团浆糊 不断回忆女人指着孩子 说是自己生的话语 而不知情的女人回到家 还在盘算着跟前夫较劲 道勋则跑到前妻家里 问她什么时候知道申希有过孩子的事 她感觉自己太冤了 就算念在以前夫妻情分上 秀妍也应该早点告诉自己 秀妍在道勋还没跟申希结婚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端倪 但她就是没告诉道勋 因为道勋那时一股冲劲就是要进豪门 就算告诉她 她也不可能罢婚 道勋抛弃糟糠之妻 娶富家女更没资格谈情分 道勋可能突然受到了申希带来的打击 想起找秀妍依靠 但她没说出口 道勋强撑着回到家 直接载到地上 正躺地上哭泣养母出来了 人生再是苦海作舟 最后人都会去一个地方 养母让她不要太拼太累 听到道勋回屋的动静 申希赶紧假装睡觉 道勋现在开始指拿申希 当成她拥有财阀女人公司的工具 只要申希不挡自己倒就行 而孩子因为亲眼看到 宋萱低流申希的衣领跟她闹腾 多多根本不知道 申希当初有多么的不想让她出生 甚至在准备逃离宋萱时 恨不得多多死掉 如今申希随便带她出去吃顿饭 就把多多的心给带走了 这让辛苦抚养 她长大的宋萱心如刀角 宋萱气不过打算 把申希生过自己儿子的事 告诉财阀女人 还要跟他们公司协议作废 申希父亲趁财阀女人 不再好不容易 才把宋萱安抚下来 隔天申希父亲把气撒在女儿身上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她最后一次警告申希 不要再接近孩子激怒宋萱 申希却认为那个孩子就是宋萱的弱点 她会小心地利用 孩子是申希的 申希父亲也无可奈何 而孩子拿申希的虚伪当了针 还给申希发短信关心 可他还没发出去 就被宋萱弟弟给没收了 自从知道申希生过孩子 道萱对他爱搭不理 通知秀妍进办公室 连看都不会看申希 秀妍之前提过让养母去康复咨询室治疗 对恢复记忆有帮助 以前道萱一律拒绝 现在他主动提出让秀妍带养母去看病 秀妍刚离开申希忍不住问道萱 刚刚俩人聊的话 听说道萱让秀妍带养母去康复室治疗 申希极力反对 她最怕的就是养母恢复记忆 然而养母经过治疗师的引导 确实想起了孙女事故当天 她自己一个人出门的事 正往下想的时候 申希赶到 正好养母想得头疼 今天也就到此为止 出来俩人又为了谁送养母回家起争执 养母一烦就把秀妍给忘记了 申希得意地带着养母离开 可她到了家门口 也没耐心陪养母进去 把人丢门口就着急忙慌地走了 养母转头发现自己手机 忘在了申希车里 她看着申希车开走的场景脑海里 浮现申希带走秀妍女儿时的画面 这记忆就顺着拳击起来了 申希车赶紧打秀妍电话 她告诉秀妍自己恢复记忆 把那天申希如何带走俊英的事告诉了秀妍 可秀妍怕养母累到 听了一半就让她先冷静休息一下 没想到话刚说完 就被回来送手机的申希发现 申希直接把电话挂了 等秀妍着急忙慌赶到家里 已经看不到养母的身影 她跟养母打电话 手机却在桌子底下响了起来 盗薰母亲知道养母刚刚让申希来送手机 她联系申希想确定下有没有带走养母 养母就在她车里呢 申希拭口否认 不过申希说自己没送过手机 让盗薰母亲很疑惑 手机明明就在家里 申希把养母交给铁锤处理 要么想办法把养母记忆消掉 要么就让她消失 家里几人找养母怎么也找不到 秀妍把女儿当初是被申希带走的 是告诉盗薰 她很后悔应该一口气听养母说完的 秀妍怀疑是不是申希来过家里 把养母带走了 哪知盗薰直接否认 还撒谎说申希在公司 让秀妍不要给申希扣帽子 话音刚落 附近超市的老板娘把养母送了回来 说是在路边捡到的老太太 申希父亲看宰萱那边 要动真格的取消合作 她让申希写不会再接近孩子的保证书去道歉 可申希根本不会顾及公司的损失 她满眼就看到 能把秀妍和宰萱赶走的成果 最后父女俩不欢而散 财法女人同样纳闷 宰萱那边为什么要取消合作 道歉听后大概知道了 应该就是申希一声不吭 把宰萱儿子带走惹的祸 她说要出面试试挽回 而申希看到道歉不忘记挑拨下秀妍 说养母这次离家出走 肯定是秀妍带着去做康复兽的刺激 道歉根本不关心这种小事 对养母的事只字不提 她只关心宰萱要毁约的事 这个计划是她的项目 就算赶走宰萱秀妍也不是现在 道歉给申希一次机会留住宰萱 这让申希莫名其妙 申希转头跑到宰萱家里 宰萱拉着申希就让她滚 这一幕被回家的多多看到 多多护着申希 宰萱怒斥多多 申希就护着多多 母子俩一唱一和互相维护对方 让宰萱气得无话可说 申希当着孩子的面示弱求宰萱帮助 不懂这些东西的多多让父亲就答应申希的要求 因为她是自己妈妈 父子俩因为申希的出现有了隔阂 多多知道父亲最听秀妍的话 她去求秀妍劝父亲 而秀妍跟宰萱谈话时 多多却听到秀妍说一切都听宰萱的决定 这让多多对秀妍也产生坏影响 她半夜偷偷溜进父亲房间把手机偷走了 申希看到多多打来的电话 当着道勋的面挂了说是无关紧要的人 还把手机放在桌子上跟着道勋走了 此刻多多已经找到公司 却得知申希去了会长会议室开会 而这次会议是道勋主张 就算宰萱不合作 在撤之前道勋也要争取得到点什么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宰萱跟申希的过往 关键时刻多多也找了过来 现在人正好齐了 吓得申希想给孩子弄出去 道勋拉住申希小声嘀咕一句让他振作起来 宰萱感觉事情不对就要离开 复杂的关系让孩子成了几个大人的牺牲品 孩子对七年未见的妈妈非常想念想回去找妈妈 但父亲知道孩子妈当初是个恨不得弄死孩子的女人 他不会让儿子去认申希这个妈 申希丝毫不关心孩子 只担心自己会在财发女人这个养母心里减分 就在财发女人不肯原谅申希做的丑事时 刚刚突破申希过往的老公当起了好人替申希求原谅 一番理解申希的感人肺腑之眼感动的申希热烈盈眶 殊不知对方只是为了得到财发女人的公司 才会对申希如此宽容 身为老公的道勋都不介意 财发女人也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按正常的男人来说 道勋的反应属实太冷静 这让财发女人怀疑他另有所图 身边都是贪图自己公司的虎狼 这让财发女人不由地思念自己亲生儿女 他想联系曾经在警局的老金问寻找孩子们的进展 可最近一直联系不上对方 正想着宰轩的弟弟过来想跟财发女人商量孩子的问题 申希总这样吊着孩子不是回事 他的意思是不管断了孩子念想 还是让申希对孩子尽点当母亲的责任 让财发女人做主让母子俩有个了断 没想到财发女人眼疾犯了差点摔倒 宰轩弟弟要带他去医院看病 可财发女人怕别人知道自己会失明 死活不去 他接过宰轩弟弟递过来的包就走了 而掉到地上能跟亲生儿女认亲的钥匙扣 被宰轩弟弟揣进自己兜里 申希很快就被财发女人叫到办公室 听说他要安排自己和孩子见面 好不容易结束的是 该利用也都利用完了 申希根本不想见孩子 宰轩弟弟这边还叮嘱孩子就对申希说心里话就可以 就算申希说他不喜欢听的话也不要往心里去 事实也确实如宰轩弟弟担心的那样 申希这个女人嘴里根本说不出好话 孩子说太想申希了还担心申希 他问申希盛世跟自己一样 申希也没想继续跟孩子续缘分 直言这是最后一次见他 申希扯了一堆不能见面的理由 都被多多想出各种解决方案 就算父亲宰轩最反感母子相见 他也有办法说服父亲 哪只话没说完就被不耐烦的申希打断 申希毫不留情地告诉多多 他叫到多多就很痛苦 连看都不想看到他 这些话伤透了多多的心 自从养母被申希炉走送回来后 天天昏昏欲睡 一睁开眼都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晚 所有的东西都模模糊糊的 每次睡醒养母都会吃医院 开的恢复记忆的药 吃完倒头接着睡 这天养母决定强撑着身体走一圈试试 可刚走到门口就困得不行 他赶紧趁还有精神联系秀妍 听着电话那头养母没精打采的声音 秀妍赶紧赶去学堂看他 而养母就十分钟的功夫已经昏昏欲睡 秀妍发现养母旁边的要怀疑药有问题 正研究着申希回来了 他想抢走但没抢到 紧张的申希大吼大叫 告诉秀妍要是医院开的没有问题 秀妍听后要拿着要去医院确认 两人争执间盗轩回来了 他不听秀妍的话 让秀妍把药给自己 毕竟他当过医生能分辨 哪知盗轩抗后根本没问题 就是抗抑郁的 这让申希反而不解 半夜偷偷溜进养母房间 他可以确定养母睡成这样 肯定是他找的那个药 但为什么道勋没有看出来呢 正专注思考 道勋母亲突然说话吓他一跳 回头一看道勋母亲 正举着跟养母一模一样的药品得意 道勋母亲让申希跟自己换个地方谈谈 本以为他会先质问申希 没想到道勋母亲却跟他邀功 多亏他机智 不然今天就被秀妍道勋发现了 申希怕道勋母亲告诉道勋 口口声声说药无害就是有点睡眠的成分 但养母的症状可没那么简单 不仅昏睡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一大早全家人的早饭竟然是申希准备的 结婚快一年申希第一次做饭 道勋开口护着他 说申希要上班让母亲今后自己做 但母亲现在抓着申希把柄 不仅让申希做饭还让他洗碗 申希不敢拒绝 装成体谅婆婆的好儿媳 把活泉揽下来 得意的婆婆不得了 申希边刷碗边骂 道勋母亲信了申希的话 他也尝到了养母成天睡觉 不折腾人的甜头 一天三顿快乐地给养母喂药吃 养母对药有所怀疑 他趁道勋母亲离开 把进嘴的药吐了出来 道勋母亲一天三顿让养母吃 养母这次直接打翻水杯 把道勋母亲气走 他可以确定自己睡觉 跟这个药有关系 另一边在轩弟弟在公司 遇见财阀女人 想起上次拿走的钥匙扣 他刚把东西还给财阀女人 秀妍就过来了 他一瞥眼发现财阀女人手里的钥匙扣 跟自己的那串一模一样 财阀女人去下意识当宝贝一样收了起来 女人回到家就扒拉自己的那一串钥匙扣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撞见财阀女人随身带着的东西了 不知道这个外形并不多见的钥匙扣 是不是对财阀女人有特殊的意义 他正纠结要不要去问问 外面传来敲门声 秀妍随手把钥匙扣扔进了纸箱里 并没当回事 而财阀女人这边让老金调查儿女们的下落 老金为了躲避身席父亲的眼 伪装成清洁工来见他 老金查到财阀女人老公离世 儿子女儿都消失的那天 身席父亲很可疑 因为那天也是道勋父亲离世的时候 几人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老金让财阀女人查一查 身席父亲在几人出事的当天行踪 他想那天应该就是所有事情的开端 财阀女人还想问什么 身席父亲突然进来 吓得老金赶紧离开 财阀女人思来想去把道勋叫来 问起他父亲的死因和日期 听说道勋父亲离世 当天正好跟自己丢孩子 和调查身席父亲秘密资金的事是同一天 几人同一天出事这不可能是巧合 财阀女人冒出个很不好的想法 道勋表面明知顾问 背后却开心的不行 财阀女人开始怀疑身席父亲 那自己就省事了 不管是秘密资金还是父亲的离世 怕是能一块查出来 夜晚养母梦到秀妍女儿 当天发生事故的场景 她直接被吓醒 跑到道勋屋里查看孙女 发现早就无视人非 房间里只有身席 没有秀妍和孙女的身影 养母这才想起之后发生的事情 懊悔自己都对秀妍做了什么 趁着现在清醒还没变傻 养母赶紧把身席做的坏事写到纸上 依早养母继续装睡 等所有人走后她才敢联系秀妍 听说家里没人秀妍立马去了养母家 而生息上班没看到秀妍好奇的问同事 听说秀妍是家里有事晚来一会 她并没当回事 哪知短信立马来了一条 道勋母亲刷卡的扣费信息 生息意识到道勋母亲出门购物 那家里岂不是没有人 猜测秀妍去了家里的生息撒腿就跑 养母已经把有问题的 要交给了秀妍让她去检查 还提起做梦的事 但因为药物的关系 养母已经分不清是以前的记忆 还是真的梦境 好在养母趁清醒的时候 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到纸上 然而还没等她交给秀妍 就听到生息回来的声音 秀妍提前离开躲了起来 生息只看到在熟睡的养母 养母假装被她们吵醒 生息在养母上厕所的时候 转头发现桌子上的纸 拿起来一看吓一跳 上面清楚地写着是生息把秀妍女儿带走 生息赶紧给撕了 她以带养母去检查为由 把人带到了跟大车司机呆的同一家医院 生息故意让养母跟大车司机偶遇 司机家属告诉养母 是她撞到了自己老公车上 为了活命还害死了孙女 养母听后难以置信 怎么孙女称自己害死的了 养母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铁锤假装是那天的目击者 也说是养母故意撞到司机车上的 为了让养母相信 她还掏出录像 但只让养母看到了孙女救她的一幕 养母被震惊到晕厥 生息看事情半成 躲在角落偷笑 同时秀妍拿着养母吃的 要让医生看了 生息给养母换的药是 还没有得到认证 没完成临床试验的药 而且副作用极大 长期服用会老年痴呆 对现实和幻觉分不清 秀妍都要气死了 她把药甩到道勋面前 但不管秀妍怎么说 道勋都认为秀妍在给生息扣帽子 秀妍让道勋立马把生息叫过来对质 话音刚落道勋电话响了 生息故意把人都叫到家里 养母此刻已经深信是自己害了孙女 对秀妍道勋满是愧疚 哭着亲口告诉俩人 害了俊英的是自己 虽然道勋心里早就这样认为 但听到养母说出来心里不是滋味 生息在门外偷听高兴坏了 面对养母的内疚 秀妍始终坚信 不是养母害的女儿 她想知道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秀妍不明白养母突然怎么了 道勋忍不住发火让秀妍滚 她现在要疯了 希望秀妍到此为止 生息则假惺惺地表示心痛 就算养母亲口说出的话 秀妍依旧坚信是生息做了什么手脚 她扬言会继续查出真相 可怜养母整宿整宿地哭 内疚到睡不着觉 宰轩为了帮秀妍 发挥之前修车的本领 跑去偷看生息的黑匣子 她把生息带养母去过医院的录像 用手机录下来 宰轩让秀妍看录像 发现两人去的医院 正是大车司机住院的地方 这次宰轩叮嘱秀妍不要惊动生息 等收集更多的证据之后再行动 他们怀疑上次出租车司机 也是被生息花钱搞定 于是秀妍故意弄了生息一身咖啡 好趁她上洗手间的功夫 偷偷记下出租车司机的电话 宰轩弟弟则假装是生息的人 约出出租车司机 她套话对方如果警局在路口 供知道怎么说吧 宰轩弟弟听后 又跟对方要那天的黑匣子 还跟宰轩演了一出双簧 说是怕出租车司机拿了钱 再用黑匣子威胁生息 最后俩人带着出租车司机的录音 和行车记录内存卡回了家 秀妍清楚地看到当天 全程都是养母一个人在出租车上 所以这也能证明 根本不是养母带着女儿出门 生息盯着秀妍还不知道怎么个事 秀妍已经跑到道勋面前 举着证据为养母证清白去了 道勋听到秀妍说生息就烦 生息紧跟着跑进来 秀妍正要给他们看录像时 道勋接到养母不见的消息 秀妍看着养母留下愧疚的纸条 明显的是要想不开跟秀妍赎罪 这让知道真相的秀妍恨不得掐了生息 可道勋护着生息警告秀妍 如果秀妍再敢碰生息一根汗毛 绝对不会绕了她 秀妍看她那熊样 再也没了用证据去说服道勋的心 气得秀妍手机里的证据 也不愿给道勋看了 恶狠狠地警告他们 如果养母出事 他们这对男女一个也不会好过 他寻遍了车站也没人见过养母 看到个神思养母的背影 走过去一看顿感失落 女人则假装报案 站在警局门口心里巴不得老太太从此消失 就连跟女人穿一条裤子的婆婆 都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她把老太太给弄没的 生息没耐心跟婆婆解释让她滚 结果一转头发现养母的药还在桌子上 她突然想起万一养母不吃这个 要清醒了怎么办 想到这里生息慌的一批 立马联系铁锤 务必让她在前妻之前找到养母 可隔天秀妍就接到有人在某医院见到养母的电话 她听后立马着急忙慌跑了 急得同事们 节目现场都布置好了 秀妍的项目采访马上开始 怎么能披下大家自己跑呢 生息见时机成熟 假装救场的好人 让同事给自己资料 她去接受采访 没想到生息话音刚落同事 就接到秀妍已经采访结束的消息 等生息赶到财发女人办公室 已经完美收场 生息那点小伎俩 秀妍早就算到了 她让宰宣去医院核实养母的下落 果然提供线索的人是假的 目的就是把秀妍从公司支走 秀妍一猜就知道是生息做的 看来找养母是一回事 生息也不能放任不管 秀妍要收拾生息的话 都被墙后的生息听到 她正想着秀妍想怎么收拾自己 手机收到出租车司机的问候短信 生息很奇怪 立马打了回去 才得知前几天出租车司机 把黑匣子原件给了别人的事 自己可从来没有派人拿过黑匣子 她突然想起那天秀妍 泼自己一身咖啡的事 就是秀妍没跑了 生息让铁锤盯着秀妍 只要稍微不对劲 不用商量直接阻止她 铁锤有了命令 在发现秀妍跟宰宣要去警局提交证据时 安排了俩人把秀妍包给抢走了 生息得知铁锤得手 风一样的速度冲去楼梯 父亲看女儿慌里慌张得很可疑 便悄悄跟了上来 铁锤要公说 把秀妍要拿到警局的东西全抢过来了 生息从包里拿走U盘和手机 俩人谈论出租车司机的事全被父亲听到 听着女儿让铁锤办事 还被铁锤要钱的场景 父亲气生息不争气 生息脑子不好使确实中计了 把U盘插上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秀妍的手机也打不开 铁锤打来电话让生息赶紧躲起来 生息听得莫名其妙 还没反应过来秀妍一拳一拐地进来了 跟着秀妍来的还有警方 对方一毁灭证据最伺了生息一副银镯子 这可把生息吓坏了 生息急得嗷嗷叫也于事无补 最终当着同事门面被狼狈带走 道勋还以为秀妍对生息做了什么 宰妍让她放开爪子再说话 秀妍已经不想再跟道勋提女儿的事故 让她自己去警局问 可道勋不依不饶非让秀妍说 道勋一下扑了个空自己懵了 宰妍说道勋如果还算是俊英爸爸 就让生息主动认罪 俩人不在搭理道勋离开 道勋转头跑去看生息 他有太多疑问不明白 生息为什么要抢秀妍包 生息谎称只是纯属讨厌秀妍而已 但毁灭证据之类的生息一概否认 说是秀妍在针对自己 道勋紧盯着生息问自己女儿的死 是否真的跟她没关系 生息混淆是听让道勋 就当他杀了俊英在撒谎 他理直气壮不再解释 秀妍朋友听说 生息进去了跑去冷嘲热讽 哪只秀妍朋友掏出手机 对着生息一顿拍 说要留着心情不好的时候看 生息气得让秀妍朋友赶紧删了 嗷嗷喊人的滑稽样 全被秀妍朋友拍了下来 自己自拍都没这么卖力 秀妍朋友被拉走前还舍不得放下手机 而两边吃了瘪的道勋回头又找到秀妍 提起当初她想让自己看 证明养母没带走女儿的录像 当初秀妍三番五次拿着零碎证据跟道勋讲 可道勋根本听不进去 现在想起来看录像 晚了秀妍不给 多日不见的养母出现在一家店面的小仓库里 她如今不吃生息给的药精神头也慢慢变好 后悔没有早点替秀妍找亲生母亲 让秀妍跟着自己吃了这么多年苦 同时生息父亲让生息把她做过的所有事情告诉自己 这样她才能知道怎么帮生息 可生息连父亲都防着 始终都否认秀妍女儿的死跟自己有关 证据都提交上去 秀妍就等着结果了 她劝生息不用再拖延时间 生息哪里知道秀妍才是财阀女人的亲生女儿 还仗着自己是财阀女人唯一的养女丫秀妍一头 秀妍听到这话都笑了 据她了解财阀女人 不管是谁都不允许有人给公司抹黑 更何况生息又不是亲生的 不是亲生的话 无意戳了生息心窝 两人正僵持着 警方突然把生息给放了 原来是生息父亲给钱让出租车司机自首 一口咬定生息没有让她做伪证 至于秀妍提交的出租车司机跟宰宣弟弟的录音 对方说是受到了威胁才那样说的 所以生息证据不足被释放 临走生息给了秀妍个蔑视的表情离开 隔天生息就正常来公司上班 秀妍正好看到她神情紧张地要接电话赶紧躲了起来 听到生息让对方寻找养母的话 秀妍直接把电话抢了过来 结果只听到点尾巴 生息刚把手机抢回来就被秀妍推到墙上 秀妍提醒生息这次全靠爹侥幸逃脱 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生息看秀妍理直气壮的样子 心里不由担心她手里是不是还有其他证据 秀妍刚到办公室就被道勋拉进屋 道勋又偏向生息让秀妍不要到处诽谤自己老婆 气得秀妍怒斥道勋没资格当郡英的爸爸 她掏出手机让道勋看出租车司机的录像 上面不仅清楚地显示只有养母的身影 还有养母挤着让司机追前面车辆的录音 这证明带走女儿的不是养母 加上生息的手链在养母手里 以及生息为了掩盖这件事为养母吃药的行为 这些足以证明害死女儿的就是生息 道勋已经无话可说 而雅人的对话都被门外的财阀女人听到 没想到前夫却让女人闭嘴 就算录像证明不是养母带女儿出的门 也不能证明是老婆临走的孩子 女人不知道前夫是脑子笨 还是故意装傻袒护身息 如今信与不信就看前夫怎么选择了 秀妍再也不想管前夫对女儿离世真相的态度 刚刚俩人的对话都被门外的财阀女人听到 财阀女人没想到养女竟然做过这种坏事 很快她就反应过来秀妍进公司是找养女报仇的 财阀女人优先考虑的尽是怕秀妍会对公司不利要提防着对方 殊不知秀妍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而养女申息此刻能依赖的只有亲生父亲 现在对她来说障碍物只有两个 一个是知道所有事情的秀妍养母 另一个是知道申息做过所有坏事的铁锤 她手上有秀妍女儿事故全程录像 摊上的钻头不固定的闺女让父亲很无语 不过还是老姜辣 相比于申息总是被铁锤被动威胁 申息父亲想到一杀二鸟的办法 在申息接到铁锤找到养母下落的同时 申息父亲派的人一麻袋把正在说话的铁锤给扣住掳走了 申息这边还被突然不说话的铁锤整得莫名其妙 铁锤被掳到没人的仓库 一群人给她狠狠揍了一顿丢弃在荒郊野外 而养母这边半夜正躺在烤肉店仓库思念秀妍和孙女 她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变出了房间 申息父亲派的秘书故意把煤气管剪断 烤肉店就这样发生了意外事故 隔天电视上就报道了烤肉店发生天然气事故造成一人离世 申息父亲看到新闻假装若无其事 同时宰宣告知秀妍她找到了目击者有人在烤肉店见到养母在打工 秀妍听后兴奋地就要跑去跟养母相见 然而她刚换好衣服要出门就被朋友拉住 朋友告诉她警局来电话养母可能没了 让他们去认亲 道勋先从里面出来 大家都紧张地等她说话 到底是不是养母 就在大家悲痛的时候 听到这个消息的声息偷偷笑了 秀妍后脚赶到要冲进去看养母 但被道勋拦住 就算没了人形 秀妍也要进去确认 她不相信养母就这样轻易地没了 秀妍越受打击 申息越开心 就差当场笑出来生了 秀妍伤心过度婚离三天 在睁眼时仿佛看到养母准备了早饭再叫自己 就在秀妍以为养母回来的时候 原来她在做梦中梦 本来申息夫妻回去住就是为了照顾养母 现在养母都没了 申息父亲让俩人搬来娘家住 道勋为了能得到财阀女人的公司什么都不介意 一切听娘家人安排 就算道勋没了养母还有亲生母亲 财阀女人感觉不妥 可道勋表示就算住婆家也只是睡个觉 跟在娘家住没什么区别 这给申息得意的毫无掩饰 父亲看到她就唉声叹气 背后让她好好管理克制下表情 毕竟离世的养母是抚养道勋长大的母亲 人才刚走她就笑嘻嘻像什么话 哪知申息满脸无所谓的样子 嬉皮笑脸感谢父亲为自己清理障碍 现在只剩下把秀妍跟宰轩赶出公司就万事大吉了 父亲叮嘱申息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秀妍肯定怒火攻心 父亲突然想起秀妍上窜下跳的 肯定把一切告诉了道勋 但道勋为什么对申息没有任何态度 让父女俩不明所以 道勋也确实因为自己前途选择了申息而得到回报 财阀女人还没有找到亲生儿女 目前就这一个养女 她为了让道勋能对申息打消疑虑 选择给道勋升个本部长 但要等到道勋跟青岛完成签约后再举行升职仪式 财阀女人的意图道勋心里都明白 回到家申息想着父亲的话 心里忐忑想试试道勋对自己的态度 她抱着道勋安慰还保证要做个好妻子给道勋生的孩子 道勋听后脑海里却是财阀女人要给她升本部长的话 为了前途道勋违心地迎合申息 秀妍这边天天睡得不知道白天晚上 她梦到养母被深息冤枉自责害了孙女时的场景 一肚子气的秀妍跑到养母房间 却发现道勋母亲已经住进了主屋 秀妍大吼大叫让道勋母亲滚 吓得道勋母亲赶紧解释自己就暂时住几天 秀妍封了一样到处杂屋里的东西 动静声引来道勋几人 秀妍不管三七二十一 杂完卧室又跑到厨房发泄 秀妍不信道勋的话 自己女儿因为谁死的 养母因为谁死的 道勋明明知道却装糊涂 道勋也是帮凶 深息怕秀妍再说下去赶紧掏出手机报警 秀妍发誓不会光自己活在地狱里 在座的各位全都有份 秀妍的样子让道勋很震惊 宰萱接到秀妍在警局的电话赶紧跑来保她 秀妍满脑子只有让道勋深息他们下地狱的想法 她后悔早就该弄死那帮怪物 不然女儿跟养母也不会离世 我女儿跟羊母也不会离世 深息这边忐忑不安地等道勋 结果却等来秀妍明天就会被放出来的消息 她感觉秀妍已经疯了不能放 可道勋也急眼了 自己做到什么地步她才满意 难道让她送前妻去监狱吗 差不多得了 深息从来没有见过道勋发这么大的火 不敢再吱声 本以为秀妍会料理完养母后事恢复下心情才能上班 没想到第二天她化身升级版扭骷髅炎来到公司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开始工作 深息拿秀妍没招 跑去求助父亲让她想办法把人赶走 父亲都被深息吵吵得心烦 她跑去打听财阀女人对秀妍在公司的想法 没想到得知道勋即将升为本部长的消息 自己拼了老命给深息收拾烂摊子 道勋那个家伙却捡个县城的生殖 气死深息父亲了 道勋把养母在烤肉店的遗物拿给秀妍 秀妍美好气的冷嘲热讽 她用无视女儿和养母的死换来生殖的事 哪知道勋当场翻脸警告秀妍适可而止 她以后不会忍耐秀妍侮辱自己 为了打乱道勋的生殖梦 秀妍决定从深息下手 她想到深息让铁锤办是为了赌这些人的嘴花了大笔的钱在里面 而深息自己肯定没钱那就是从公司挪的 她要从这件事下手 就在道勋要举办本部长就任仪式的当天 秀妍向财阀女人汇报了深息挪用公司前的事 不知情的道勋和深息美滋滋来到仪式现场等待 结果等了一个小时一个人都没来 秀妍姗姗姗来迟通知他们本部长就任仪式取消了 深息俩人赶紧跑去问财阀女人什么情况 面对深息的质问 财阀女人气不打意出来问她挪公司资金都干什么去了 虽然对不起道勋 但本部长的是暂时保留 深息也被撤为普通员工 道勋整个人都无语了 最后她还是因为这个蠢媳妇背锅 深息知道是秀妍干的好事 她折返到仪式现场要跟秀妍算账 秀妍把深息推到一边 转头拿起水杯狠狠砸向射灯 看着女人仓皇而逃的样子 前妻坚定报仇的决心 女人则跑去跟老公诉苦说 她前妻是精神病已经轰掉了 哪知老公活比她还大 因为女人挪公司的钱被前妻报给了财阀女人 老公把自己不能升职的是怪在女人愚蠢头上 道勋论问深息到底干了什么事还要挪公司的钱 深息扯着为道勋准备秘密资金的名义说钱投资了 只不过后面全赔了而已 道勋知道深息挪用公司钱肯定跟害自己女儿有关 只不过她在离世女儿和前途之前选择了后者 道勋都懒得看谎话连偏的深息让她滚 深息带着闷气离开 回到办公室又发现同事们在清理自己的办公桌 得知自己市长位置已经被前妻顶屁 深息难以置信 在父母公司还能随便被一个外人欺负 她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冲到父亲办公室大吼大叫 气得父亲直骂她蠢 自己跟财阀女人被秀妍牵个鼻子走 还不是因为她挪公司的钱 如果不答应秀妍做市长的位置 她就要把深息做的事同给股公们 到时候深息就得滚出公司 本来秀妍是以宰宣公司的代表 临时留在财阀女人公司 现在她成了市长就成了财阀女人公司的员工 宰宣担心等两家公司合作结束 她就无法给秀妍庇护 哪知秀妍已经准备好单打独斗的准备 她明确方向不仅要把道勋深息赶出公司 就连深息父亲财阀女人也要报复 直冲着搞垮公司的目的而来 宰宣对秀妍现在的状态很不安 她怕秀妍被仇恨蒙蔽双眼会受到伤害 深息这边刚上车就被铁锤盯上 铁锤一猜深息父亲把自己做成这样 就跟深息有关系 其他的不计较了 铁锤让深息准备武艺 否则就把他做的所有坏事证据给道勋和秀妍 深息有爹气势 不再被牵着鼻子走 冲着铁锤离开的方向就过来了 这给铁锤吓一跳 珍息的行为无疑告诉铁锤他拒绝给钱 今天深息多方受气 回到家婆婆还伸手跟他要钱 婆婆根本不知道道勋没有生职 还嫌弃深息抠门 想趁着开心的日子让深息给张大卡花 今天不是被撤职就是被要钱 深息把气都撒在婆婆身上让他滚 这给婆婆气得怒斥深息恶心透顶 深息只感觉浑身无力心泪至极 他一觉就睡到了天黑 想起铁锤还没解决 着急忙慌找爹去了 深息把铁锤威胁自己的话告诉父亲 让父亲解决 同时秀妍朋友跟深息小姑子喝酒 无意间把宰宣的儿子是深息生的事说了出来 深息小姑子转头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母亲当即跑到深息屋里算账 结果发现房间并没有人 出来正好碰到道勋回家 他当大事一样扒拉给道勋听 结果道勋淡定地告诉母亲就当没有这回事 还威胁母亲如果想当大公司千金的婆婆就安静点 可道勋母亲并没打算放过这次好机会 他跑去找深息父亲额前来了 说深息有污点还嫁给自己儿子 给点补偿理所应当 道勋推门而入看到母亲很生气 赶紧给人领了出去 这也把深息父亲气得不行 米儿找的都是什么玩意 而道勋哄母亲 让母亲气急之下 把深息未养母不明要的是说了出来 道勋这才想起来秀妍曾拿着检测完的要指认深息的事 他当时根本不听不信 如今从母亲嘴里说出来 道勋立马赶回办公室打算找秀妍 同时深息收到铁锤寄的礼物 打开一看正是道勋女儿事故现场 深息跟养母起争执的照片 里面还有铁锤的留言 说是同样的礼物也给秀妍寄了一份 神息撒腿就冲去公司怕秀妍看到 然而秀妍确实不在办公室 坏地却被回来的道勋看到 他看四下无人私自拿走了 打开一看全是女儿事故的场景 深息的样子赫然出现在里面 深息满眼都是秀妍 紧追着秀妍想阻止他看到快递 正好秀妍还没回屋就接到铁锤的电话 他先跑去跟铁锤赴约了 铁锤未表诚意拿出秀妍女儿事故录像给他看 亲眼看到现场发生的事 秀妍更恨深息了 深息这边跑到秀妍办公桌乱翻 结果道勋拿着照片突然出现 他滴流着深息质问女儿的事故 是不是他造成的 关键时刻秀妍回来了 深息一下下软在地 秀妍逼问道勋怎么选择 道勋却让秀妍滚 道勋明显只想发发火撒撒气 根本不可能放弃豪门梦 当他推散秀妍让他出去时 深息竟刚呕起来 这让前妻心理五味杂陈 害死了自己女儿 女人竟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怀上孩子 父亲以为女人是为了躲刚刚的气氛在装病 深息还没有确定下来 就告诉父亲怀孕的消息 俩人对话正好被道勋听到 因为深息的怀孕让道勋游火只能压着 深息父亲知道女儿做的一切 还厚着脸皮 让道勋不要惹深息生气好好照顾 深息想找机会解释刚刚照片的事情 但他话说一半就被道勋打断 道勋突然大笑又突然垫脸 他关心深息好好休息 女儿被深息害死的是道勋心如明镜 他心里盼着深息一个字都不要说 只要不捅破这层窗户纸 道勋还能装 前妻都要被气死了 看到道勋回办公室紧跟着进屋 前妻问道勋看到女儿事故现场照片什么心情 哪知道勋静装啥反问前妻那些照片怎么了 难道能证明是深息撞了女儿吗 秀妍感觉女儿的名字被道勋说出来都嫌脏 她一次次给道勋机会 道勋一次次选择深息 反正秀妍也没打算指望道勋会给女儿报仇 她恭喜道勋喜得子 看看俩人会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出来秀妍就忍不住内心的怒火 居然在害死自己女儿后怀孕 秀妍接到铁锤的电话 上次铁锤提出俩人合作 就把深息在秀妍女儿事故现场的录像交给她 本来秀妍不愿意跟铁锤这种人合作 现在深息怀孕她接受铁锤的提议 虽然铁锤还没有提出条件 宰轩极力反对 秀妍跟铁锤那种人做交易 她实在无法理解 没想到秀妍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自己的做法 如果宰轩不理解那就当不知道好了 这话说的挺伤人的 宰轩依旧劝她把铁锤交给警方处理 秀妍知道那样做没用 到时候深息爹又得给她弄出来 她让宰轩不要妨碍自己 不然她把宰轩也会当成敌人 这秀妍变化太大 有点敌我不分让宰轩担忧不已 深息回到家已经紧张地出一身冷汗 她不知道道勋心里的想法忐忑不安 想着道勋会不会把她撵走 但转念一想自己怀孕了还怕什么 害死了道勋女儿 她再给生一个就行了 然而深息的想法还是太简单 道勋回到家看她心里恨得牙痒痒 自己女儿离世 她还跟深息去旅行 还要跟害了女儿的女人生孩子 道勋自己都在心里骂自己 她尝试了几次想对深息下手 最终忍了下来 一早婆婆对怀孕的深息态度大变 招呼她吃各种小菜 可深息对面前的菜表示反胃 提起想吃豆浆面 还不能用机器磨豆子 必须用石磨才能出香味 婆婆看在孙子的份上 答应会做给她吃 哪知深息去医院检查确定时 她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宝贝 只有爸爸 病途反应也是最近压力大造成的 医生让她去看内科 深息症不知道怎么跟家人交代时 正好一个刚检查完的孕妇出来 深息直接盯上了人家的胎儿照 凑准时机她把别人的照片 护走出去 刚说喘口气 铁锤打来电话 深息因为铁锤把照片 寄给秀妍都要气坏了 铁锤却提醒她 谁给自己钱她就帮谁 深息刚被挂了电话 铁锤就跟秀妍联系上 铁锤知道秀妍没有钱给自己 她的意思是想给深息教训 让秀妍跟自己做戏拿到深息的武艺 而秀妍就能得到深息害她女儿的录像证据 俩人互帮互助 至于深息那边给了钱肯定让毁了录像 铁锤就把手机给深息 把优盘给秀妍 到时候她拿上钱出国 秀妍再随便用录像自己深息都跟她没关系了 唯一的条件只有在她离开前不要公开录像 这笔买卖对秀妍来说不亏 完全是铁锤想报复深息父女揍自己的事 深息拿着别人的胎儿照给了道勋 道勋冷冷地回应 让深息不满 白愣着眼离开了 出来正好碰到秀妍上班 深息还拿着照片显摆自己怀了道勋孩子 秀妍故意刺激深息 说已经见过铁锤 看铁锤对深息意见挺大的 她考虑就算去借钱也要拿到证据录像 深息听后紧张了 婆婆以为深息真怀孕 费劲巴拉给她磨豆子做面吃 结果深息因为心里是太多 吃了一口一点胃口没有 直接回了屋 她想到秀妍要给铁锤钱的事 偏偏自己还是假怀孕 都要烦死深息了 她立马想起自己那万能的爹 跑去求爹之言武艺去读铁锤的嘴 还埋怨父亲坐视不管 才让秀妍跟铁锤俩人联系上 深息立马否认父亲的想法 万一父亲再找铁锤来应的 她早就想好遭不测后 把录像公开了怎么办 为了让父亲掏钱 深息拿出胎儿照 父亲感觉铁锤这种人 不配跟自己做交易 要是自己的是 她早把铁锤弄死完了 可深息脑子不好 使连球带威胁地让父亲妥协 深息这边刚答应给钱 铁锤就把U盘交给了秀妍 说是今晚七点的飞机 让秀妍七点前不要公开 而秀妍嘴上答应 心里却另有打算 铁锤来到跟深息约定的地点拿钱 深息父亲警告 铁锤这是最后一次 铁锤把自己手机交给深息 谎称里面是原文件没有备份 随后抱着钱走了 郑美滋滋准备前往机场的 她被秀妍截胡 秀妍三两下给铁锤摁住 拖延到警方到来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场面让刚出来的深息父女吓一 秀妍看着他们逃跑的方向 目前并没有要把深息父女 也送进去的意思 深息父亲算是明白了 铁锤本想利用秀妍 给深息施加压力 把封口费弄到手 结果反被秀妍完了 不知道对方的意图才最棘手 铁锤还想跟秀妍要U盘 用U盘威胁深息救自己 秀妍却装傻 仿佛铁锤没有给过她一样 她要让铁锤好好在里面反省 替深息做过的坏事 秀妍知道追究父女俩的 刑事责任有点难 不过在她答应深息父亲和解之前 秀妍问起自己的养母 是不是深息父亲做的 深息父亲当即否认 转头她就不安地叫来秘书 再次确定秀妍养母的事故 有没有处理干净 秘书给深息父亲安心 那起事故早就以煤气管 老化下了定论 然而秘书不仅是深息父亲的人 还是财罚女人的人 夫妻俩让她做的事 秘书是两边都给干两边都瞒着 当初在深息父亲 让秘书除掉秀妍养母的同一天 财罚女人怕秀妍翻天 想到用秀妍养母来当最后的王牌 而财罚女人带走秀妍养母后 交给了护工照顾 那这才过去两天 她就接到秀妍养母不见的电话 这可是唯一能控制秀妍的人 财罚女人不能就这么把人丢了 深息总想利用假怀孕回到公司上班 父亲让她回家稳着养胎 深息不搞事情 就是给大家最大的帮助 她喝得醉醺醺在大马路瞎溜达 正好被秀妍朋友撞见 俩人冤家路窄 深息仗着自己假怀孕 认为秀妍朋友不敢动手 言语刺激了对方一顿 正好深息憋一肚子气 俩人一言不合扭打起来 深息吵吵着自己一定会幸福 他们打架的一幕被路人拍了下来 最后秀妍朋友跟深息都进了警局 道勋跟秀妍各来保各自的人 初来秀妍朋友怒斥深息怀孕的人 还喝这么多酒 这句话让秀妍心生疑虑 深息心虚不以赶紧假装肚子疼 心疼的道勋让秀妍管好朋友 如果再有第二次 她不会坐视不管 秀妍朋友的话被道勋听心理 她到家就问深息为什么喝酒 深息谎称是路上碰到喝多的酒鬼 对方扑了自己一身烧酒 结果第二天深息跟秀妍朋友 打架的录像就在网上传遍了 因为深息边打边说自己一定会幸福 所以大家给她赐名幸福女打架事件 道勋以为是秀妍传播的这件事 怀着孕还喝酒 秀妍让她自己先管好老婆吧 财阀女人一家为此开启家庭会议 不赶紧阻止的话 最后可能会演变成财阀二代仗势欺人的话题 深息父亲让道勋和宣传部商量 夫妻俩一起订个电视节目直播 再捐点公益活动 做做善事应该能抵救 深息跟秀妍朋友打架打得痛惊 她偷偷来医院检查买 要正好被秀妍听到 怀孕的人怎么可能会痛惊 秀妍这次要让深息完蛋 隔天道勋跟深息就上了电视节目 本来想补救上次幸福女打架事件 没想到起了反作用 就在深息乐呵呵闲谈自己怀孕孩子的问题时 另一个节目却播出了深息害死秀妍女儿事故现场的故事 还提及深息为财阀二代虽然被警局关过 但最后还是没有嫌疑被释放的话 深息父亲看到报道赶紧让下属通知深息那边 停止播出现在的节目 哪知下一条播报的就是深息假怀孕打架的事 话题成了深息酒后殴打路人 这下麻烦大了 深息父亲赶紧联系法务部 截断公司直播 深息在现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录到一半就莫名其妙停了 导演把录像给她看 深息一下慌了 她战战兢兢来到办公室 财阀女人二话没说给她的大耳霸子 心疼的深息父亲赶紧挡在前面 财阀女人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给公司抹黑 就算是养女也不行 刚刚还表演好丈夫处处维护深息的道勋 一出门口就把人丢到地上 本以为取个财阀千金前途似紧 没想到却是个拖后腿的玩意儿 절대 용서할 리가 없잖아 你贪图黄青 现在的新疮又是快乐